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聊這個大家最喜歡的空姐環節啦 最近星宇航空呢 非常非常常在這個新聞上出現啦 不是剛首航LA嗎 但聽說首航LA他們的Wi-Fi又LUT殘掉了 然後5月6號有300多名乘客 在機場打梯鋪 那這時候呢就有很多人來蜜我啦 阿菜阿菜星宇航空這個你怎麼看 阿菜阿菜是否是這個台灣人民太野蠻了 到底是我們星宇航空處理不當呢 還是我們的乘客太不聞名了呢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那我就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懶人包 根據報導呢星宇航空在6號呢 班機延誤JX800機型Airbus A350 因為這個怪風啊 所以他本來是要去東京的逼迫轉降到明谷 連帶了後面的多班班機受影響啦 後面就有派了另外一班803 要去接801的客人回來 但是803呢我根據可靠的小道消息啦 803他們只帶了他們自己的餐點 所以到那邊餐點也不夠 他們在降落的時候呢也碰到了重疾 所以在重疾的情況下安檢人員就必須要檢查 那導致這台803也延誤了 所以真是衰事連連啦 然後在不可能起飛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前面的客人等了又等等了又等 據說呢很多人在飛機上啊 等了超過六個小時至九個小時以上喔 當然啊我們台灣最美的風景 就不少旅客不耐煩 於是對了機主人員破口大罵 他在哪裡 你們講 為什麼要不騙我們 我們不騙人 我們不想做這道工作 我們不騙人不是也蠻難 但是 你還在照顧你們的低能機理 為什麼會騙我們這樣 我們不騙人啊 你現在都是要喝啦 你要拿出你們的才藝好不好 沒有才藝 你不知道誰看啊 我怎麼都會看到現場喔 他比起來還差 什麼的 什麼怪風啊 人家比起來還好多都可以追 叫你們不能追是不是 看是這個非常的激動啊 那這邊呢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真的這麼OK 那我今天就是要站在一個中立的觀點 做一個 航空公道婆 很多人其實呢被關在飛機上關久了 真的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我們可以回說到之前疫情的時候 很多空服員啊跟機師他們也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大家根本想像不到 每天的生活是怎麼過的 幾乎很多人都要看心靈醫生 那這邊呢我覺得旅客可能 發飆的原因 據我的可靠消息 你哪來那麼多可靠消息啊 我當然很多可靠消息啊 基本上各位乘客在飛機上 非常非常久的時間都沒有水跟食物 他們發飆了之後 空服員才上了水跟食物 我必須講的就是 我覺得乘客會發飆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其實你們跟空服員發飆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馬鈴樹 所有的指示都要等上層告訴我們 我們才能執行的 那基本上我這邊可能就會覺得說 空服員真的是蠻可憐的 因為他們只能好好的照顧大家或安撫大家 那這邊有一點呢是我們自己比較疑惑的 就是說等了這麼久都沒有出水的原因 因為在我前東家啦 我們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套流程跟SOP 我們基本上如果在地面上 超過30分鐘以上 我們就會先出去一次水 然後呢客人又提到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為何要欺騙我們都不跟我們講私話 這個東西其實是為你們好 有一次呢在飛機上突然有一個引擎 就有一點點的聲音喔 機長就跟我們說了 那客人也是有點驚嚇 因為那時候有點不穩定 那客人就會問說 欸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還能活著嗎 那這時候我當然不會跟你說 啊你可能快死掉了喔 其實一顆引擎發生問題呢 還是可以繼續追的 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呢 我們空服員的公司所交給我們的東西 就是我們不要造成恐慌 第一個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礙的情況下 我們不會去跟客人講 第二個呢就是機長或是座艙長 他可能會有一套說詞交給我們 那我們就會這樣回覆乘客 所以呢這邊就可能對大家比較抱歉一點了 因為很多事情也不是我們想講就講的 你們知道嗎 結果到了這個好不容易又可以出發的時候 我們又碰到了什麼問題 機主人員超死 那這個問題呢也是非常常見 尤其是像為什麼我都不飛去紐約的搬機的原因 是因為第一個可能我不喜歡東岸那麼長城的地方 第二個呢就可能是因為他們那邊 冬天的時候下大雪其實非常麻煩的 你很有可能在飛機上等啊等啊等啊等就超死了 所以呢這個狀況基本上在我的前東家是很常發生的 我才不得不讚嘆說我前東家的SOP跟處理方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都感覺已經準備好了 這是一個非常純熟的航空公司 好啦好不容易準備好像又可以的時候 我們竟然碰到了curfew又沒辦法飛了 這時候大家應該是非常崩潰的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飛澳洲其實也蠻常碰到的 有一次我們有一個客人 他不願意把他的包呢放在這個overhead compartment上面啊 因為前面我們是不能放東西的嘛 機長就有點發飆 然後到了curfew的時間啦 那機長就說喔因為我們某一個座位的客人 他不願意把自己的手提袋放在overhead compartment 導致於我們現在進了curfew囉 我們現在沒辦法飛囉 那大家我們會幫你們安排住的地方 所以呢進了curfew狀態 山海多的客人竟然在機場過夜還沒有住的地方 這台飛機本來是要到台灣之後要去LA再載客人的 結果也沒辦法做到整個大爆炸 我其實找了很多資料然後看了很多消息 我只是比較訝異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或許新宇航空是不是很迫切的 希望把大家還是帶回台灣才會這個樣子 我相信現在的客人應該也偏文明了吧 飛機有問題或是任何事件是不可以飛的 所以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問題就是出在他們的服務上面 這個SOP不能怪空職員因為上級沒有指示 或是公司在training的時候沒有準備這個pop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但是我不得不說我要加分的地方 新宇航空的空服員們 Bravo Grooming永遠都非常的好 他們的妝容 他的頭髮都是非常貼妝容非常好 因為如果換作是我的話 頭髮都不知道歪去哪裡了 我們等了這麼久 為什麼只有三明治 很多時候你們都會覺得說 這家航空公司的餐點好吃 那家航空公司的餐點好吃 你殊不知他都是出自一個空廚 那為什麼會只有三明治呢? 因為他們的餐可能帶的不夠 那我覺得這個是航空公司的決策 可能有一點問題 三明治應該他們是即時生出來給你們 你們知道飛機上我不可能煮菜出來給你們 我的東西都是提前都已經先loading好在飛機上了 所以不可能有多的東西 那很多飛機他飛比較短班 東京或者是大阪這種地方呢 可能會得到一個 算是餐包嗎? 就已經不是一個餐點了 所以當然出餐的東西 空公司也是非常的可憐 這也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但他們就必須承受一線的炮火 後面其實我蠻傻眼的 因為可能我自己不太了解 這個抉擇是怎樣 聽說隔天我們的董事長 第一時間就飛到了當地 要跟大家一起奮戰 給大家一些精神喊話 然後甚至跟大家道歉 那他們公關也表示說 理賠的方式就是你們這次的機票 都不用錢 這是我們能做的 那大家非常抱歉 那在這邊我想講述一下 基本上如果是我老公家的話 即使發生了也不太會是這樣的處理狀況 因為當我們家飛機有一點延誤 甚至於還沒登機的時候 你在登機門前面等的時候 超過多久時間 我們馬上就會有地勤人員 給你voucher 讓你去餐廳吃飯 如果是在飛機上 我們有任何東西失誤的 有些人的電視 前面的電視 我的壞掉了 我們老總也會拿著這個禮品券 100塊美金 可能跟他道歉 然後或者就請他說 你看看你有沒有什麼機上的東西 想要買的 那這個禮品券就給你使用 在飛機上發的事情 他就會把它在飛機上解決了 那在這邊我要說一句話 就是航容滑航新宇 那基本上呢 這三家航空公司的票價 新宇航空公司比這兩班班機還要再貴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當精品航空的話 應該是可以做出更好的決策 或是事先的SOP都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如果要是我的話 你跟我說旅程費用這是免費 我可能不需要啊 我需要的是你當下的解決方案 影片也有提到說有很多民眾 他們不知道現在到底要幹嘛 是不是地勤人員沒有跟他們講 只是不夠清楚 第二我可能想要很明確的知道說 喔這個現象什麼時候會度過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邊 那我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是否可以安排住的地方給我們 不要讓我們入宿機場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我之前也是飛了一班 香港台北台北東京 東京直接在回香港的班機 到了東京那邊發生一點事故 我們機長就問我們說 你們想要回去嗎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在那邊留一晚再回去 那這時候機長就馬上安排 就是機長他可以做出他覺得是對的決定 那我不知道我們新宇航空裡面的機師 或者是坐艙長有沒有這個決定權 那當然他們也沒有對入宿機場做出更多的解釋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我們董事長到那邊的影片 你講很大 倒到就遇到了 我就盡其所能的來說 我也在這邊很誠心的跟各位說 事情和他真的經過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沒關係 可以理解也好 不可以理解也好 我不用要求大家都理解 可是我覺得第一時間到場到那邊 他也沒辦法做其他的事情 台灣人你就這麼相信這一套嗎 就是只要見到本人的就OK 我覺得有一點是我的老同家都做得很好的 一直告訴我們一件事 你請聽他們所想要講的東西 這個同理心跟他們回話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在這邊呢我所看到的是 我們的董事長可能只想要講自己想要講的東西 他的重點就是我現在就是要帶你們回去 這是唯一能解決現在現況的事情 可是你們昨天已經違法了嗎 沒有我們昨天沒有違法 國際北國的國際航空是三個小時之內 在飛機裡面不能超過三個小時 我們在外面有在飛機 那但是你們新宇航空的任何公司 我要不要現在翻給你看 是沒有 四個小時不能把承受 關在那個機箱裡面四個小時 有個回憑我現在馬上陪你拿給你看 好啦沒關係啦 那違法就違法了嘛 該是受法就受法 反正現在就已經變事實了啦 其實我覺得大家真的這個都已經 反正好啦我做錯了 我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大姐我不是要避責任 沒關係 如果我做錯這件事情 我該承擔的我就承擔 就像我對大家的這個承諾一樣 我該承擔我就承擔 好不好 如果有什麼違法的 我要去授名要去裁法的 但是好不好 我們現在再去討論這個真的一個一個 然後後面這個是怎樣 因為有法規在飛機上不能停留 超過多少個小時 那每個地方可能不太一樣 那這邊有說到 乘客在飛機上不能超過四個小時 那我們董事長的回應是 好沒關係 我們違法了就違法了 My God 我相信他只是希望可以趕快把大家帶回去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做到的是listening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大的失誤 我不是說要去批評什麼東西 我只是覺得可惜吧 就會為台灣感到非常的擔心 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 我會覺得台灣是一個偏落後的地方 文明比較低的地方 好啦不管怎麼說呢 最後來看一下我們網路上的留言 不知此的 因為調度失誤 導致於像推骨牌一樣 一發不可收拾 如果早點幫客人 辦退關 安排去機場 休息過夜 隔天看要自己接回去 還是簽轉讓給同業 就不用賠這麼多錢了 確實欸 這個民眾是比較理性的去發表他自己的感言啦 那能不能做到呢 這個我們還是打一個問號 因為有些事情不是像我們想的這麼美好 很明顯是星宇航空的飛機數量不足 事實證明 只要一架飛機有問題 星宇就無法調動或用後備機來支援其他的航線正常運作 這樣子是有點誇張了吧 這位人兄我覺得其實給的觀點也很好 我相信你星宇會看見這個東西了 我上次坐星宇飛去東軍 東軍 點特條 空姐跟我說沒有了 但是我坐在後面的外國人就有 星宇是覺得我們台灣人都不會講英文嗎 還有兩趟的飛機冷得像冰箱一樣 兄弟 我跟你說一下 飛機如果冷的話你可以穿多一點 第二個你其實可以跟空姐說 欸可不可以請你給我毛毯呢 或者是幫我把這個飛機的溫度 稍微再調上去一點點 這個是可以的 餐點份量也少得可憐 你整趟又餓又渴又冷 這看起來留言是有一點點怪怪的啦 不知道是不是哪裡找的水君 我覺得大家這麼生氣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可以講話這麼難聽 說全家垃圾這種話也太過分了吧 確實我覺得當情緒一上來呢 就會講出非常衝動的話 我覺得這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大家情緒管理好嗎 我覺得最隨是被罵的機組人員 確實很多事情是機上的機組人員 他只能去安慰你們 但是非常非常多的時候 他們是必須聽從上面的指示來辦事的 處理方式真的是太差了 日本那邊被罵翻 台灣這邊還沒有提早做出決定 這個也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他們SOP還是沒有到很純熟 還有人說 各位請不要被帶風向了 因為根本不是怪風的問題 不是怪風的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問題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星宇的支持者有誰 可以 很有魄力很有誠意 張董太讚了太有誠意 下次首選星宇 看到K董出來聲明明天股價開始 我直接加個10張買星宇 然後看到這邊呢我們就先不看了喔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留言都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甚至於呢我們看到這邊 下面的留言呢就說了什麼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航空公司老闆親自到現場處理 董事長都到現場道見了 還想怎樣不爽不要搭啦 所以這是好嗎 然後有人說少一個OK 星宇也不會倒電啦 我認為這位女士是OK的 她只是講述她不想搭這個航空公司 或者是她覺得三明治就是不能撫慰她的心 也不像前面那位大叔就是瘋狂的 有做一些人身攻擊啦 或是辱罵或是非常情緒的話 下面有這麼多留言都是針對她 你以後搭其他間連三明治都沒有 恭喜星宇少了一枚奧客 她有到奧客嗎 因為我覺得她不高興的地方 並不是不能起飛 而是她在服務上面有 非常大的問題 什麼時候要給乘客水 什麼時候檢查一次廁所 什麼時候我們要出點心了 因為我們在地面上可能已經超過一個小時 至兩個小時了 我覺得大家care是這個問題 我不能起飛不能回去才生氣的 重點是還有人說 得了便宜還賣乖 就你們這些人心語精很棒了 請問哪裡得了便宜 我真的也是很多滴汗要掉下來 就是會擔憂 其實真的蠻多喔 我的同事啊 航空業的朋友 跳槽到星宇航空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專業受過高等訓練 相信這些東西他們也碰過非常多次 都應該知道錢東家的SOP到底是什麼 他們也能非常好處理 所以希望星宇航空能夠好好的善用 這些過去的員工 然後讓星宇未來呢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好啦今天呢我們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打開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大家掰掰 那星宇是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請你來當顧問 但確實啦我覺得 其實我當顧問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還是你可以當代理呢 我覺得看完這一支他們應該不想